大家知道吗 淘宝成立的第一个礼拜 没有一个买家 没有一个卖家 所以他们都是内部的人 自己买来买去 你知道吗 我卖给你 你卖给我 一直到第二个礼拜 才有第一个商家上来卖东西 他们把这个人 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 就为了鼓励他 据马云描述呢 当时是堆了满满的两个房间 完全没有任何用的东西 为了什么 就为了告诉人们 互联网上买东西是有可能的 就为了把这个可能性 告诉全天下所有的中国人 这期视频我们要来讲一个人 我估计大家都猜得到 今天他是谁 这个不用我来介绍 这期视频主要是 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 他过去是谁 他从哪里走过来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我生活过的时代 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家 但是说起我们中国内地的企业家 我觉得马云是一定会被记录在历史的 我不知道你们想到的是谁 那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时代的背景 当时是文革之后 改革开放之初 文革是1966年到1976年 文化大革命 在当时的背景下 任何跟资本主义沾边的东西 都被打压的非常厉害 所以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我希望大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时代背景给考虑进去 你才能看得到这些企业家 是多么的不容易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 在今天世界的地位 很多人觉得有很多不足之处 我觉得是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中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你才会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大家好 我是小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在YouTube 或者微信公众号 搜索我的频道 狼爸爸的工作室 那马云呢 他是出生于1964年 出生在杭州 当时是在文革之前了 当时的杭州呢 也不像今天的杭州 当时的杭州还是两线城市 今天杭州已经是一线城市的 这其中一大部分要归功于阿里巴巴 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当时呢 马云只有八岁 还是个小男孩 但这个小男孩 他有个很特殊的爱好 是什么呢 喜欢讲英语 我不知道在当时内地 喜欢讲英语 今天拿什么来做比较 比较合适一点 可能跟玩个什么暗网 差不多吧 那马云干嘛呢 每天早上 他跑到那个乡根里拉门口 去读老外 读老外干嘛呢 找人家聊天 练习英语 就说我给你当免费的导游 你教我说英语好不好 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孩子应该不多吧 今天呢 酒店门口找老外练习说英语的那些小孩呢 估计都是想要骗老外吧 然后时光一转 1982年 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 数学呢 考了一分 所以没有考上大学 然后1983年 第二次参加高考 数学考了19分 还是没有考上 第三年 1984年 参加高考 才勉强过关 那考考入了呢 杭州师范大学 读的肯定不是数学了 他读的是外语系英语专业 获得的是英语学士学维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个马云特别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大学毕业以后 那个时候呢 肯德基刚刚来到中国 到他们杭州 肯德基在中国招人呢 招23个岗位 一共有24个人去应聘 其中呢 也包括了应届毕业生马云 但马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录取的 但是呢 马云不灰心 马云这个人从来不灰心 这是他的人设一部分 马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干嘛呢 做一个英语老师 一个月呢 赚个十几块钱 然后时代到了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文革呢 过去了一小段时间 然后政府的态度呢 也在慢慢的转变 企业家啊 这个名号 重新回到了这个社会里面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1994年 马云觉得 这是个安全创业的时代 当时呢 他是29岁 他发誓 我要在30岁之前要创业 他干嘛呢 他创办了一个海博翻译社 专门是翻译英语的 他白天仍然在教书 因为收入还不稳定 但这个时候 有一个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有一家企业在铜炉 铜炉是杭州南部的一个小县 铜炉那边那个公司呢 他跟美国的一家公司呢 合作 说好要一起造那个高速公路的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呢 美国那边就没什么反应了 所以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需要派一个人到美国去 去查一查究竟啊 他们聘用了谁呢 聘用了海博翻译社的马云 就把马云送到美国去了 说马云 你去瞧一瞧 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 马云是不大喜欢说这段经历的 因为非常的戏剧化 马云到了美国以后 发现这个公司是一个诈骗公司 然后还被绑架到了什么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店里吧 然后马云又奇迹般的逃出来吧 要想要逃回中国 但是逃回中国之前 不是逃回 回中国之前 马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当时是1995年 马云跑到了西雅图 他在西雅图呢 有一个不错的好朋友啊 当时马云说的英语呢 也算是 那个年代下讲的不错的啊 那个好朋友呢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做那个互联网顾问的啊 有一天呢 这个好朋友的好朋友呢 他就带着马云呢 去西雅图闹市区 逛一逛 顺便呢 向他介绍了互联网 马云那个时候 是他人生一辈子 第一次接触互联网这三个字啊 然后 当然这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啊 马云接触了互联网以后 他上网搜了一下 哎 国外的东西还蛮多的啊 但是呢 关于中国的东西太少了啊 那么马云做什么 他就跟他朋友说 他说 你把我那个公司叫海博翻译啊 把这个信息放到这个互联网上去 看看什么情况啊 然后呢 留的是他朋友的那个电话 当天晚上 马云就收到五个邮件 需要翻译服务的 三个来自美国 一个来自德国 一个来自日本 这可能要比他开公司 一年的生意还要好吧 所以当他朋友告诉他 这个消息的时候 马云很惊喜啊 马云想 哇靠 这个东西 这个互联网 它是即将要改变世界了啊 所以他当时觉得 哎 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 他们既然不搞互联网啊 说的是国内的内地啊 嗯 马云买了一台电脑 回到中国 然后呢 那个海博的翻译呢 他是不想做了 他想做什么呢 他想做一个中国网络的查询服务 叫做中国黄业 然后呢 他可以把中国 很多小公司 都通过这个互联网来连接起来啊 那你要连接公司的话 你需要找到愿意连接的人吧 是吧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呢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 什么是互联网啊 至少在杭州呢 是真的没什么人知道 特别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 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玩意儿啊 所以当马云回到中国 开始找人说 要让天下没有什么难做的生意啊 把大家的生意都放到互联网上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呃 你是不是一个骗子啊 所以当时呢 呃 他的那个进展不是很愉快 没什么人相信他 后来呢 有一天政府 收购了他的这家公司啊 呃 然后呢 把马云派到了北京去上班 那么马云去政府部门上班呢 嗯 等于他这个第二次创业就到这里告终了啊 这边说个题外话吧 当时的互联网时代进入了一个呃 雅虎时代吧 因为当时雅虎非常的非常的大啊 那么在中国有代表性的呢 像新浪啊 搜狐啊 网易啊 呃 都是一些新闻搜索啊 网站 那个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吧 好 然后1997年 1997年雅虎创始人呃 Jerry Young啊 叫中国名叫杨志远 访问中国 中国需要一个 右卫政府工作的 同时也要稍微懂一点 internet的人 去跟这个Jerry Young对肩 呃 那你们猜谁去了呢 呵呵 所以马云去了啊 马云带着那个Jerry 两个人呃 参观了一下北京啊 游了一下长城 然后呢 跟这个Jerry Young两个人聊天 聊天的过程中 马云发现了一点 发现什么呢 在政府部门搞互联网 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事情 因为很多监管啊 很多条条例例的 这个有为他 他当时发现 那个企业家要创业啊 所以马云说 我必须要创业 所以1999年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了 马云带着他这些年 政府部门认识的 十几个小伙伴 反正一共18个人 他们呢 跑回了那个杭州 到了杭州以后呢 马云跟他老婆 一起住了一个公寓 这个公寓非常的有名啊 在西湖旁边啊 反正互联网创业故事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吧 要不在车库里面 要不在宿舍里面 他们有个公寓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呢 阿里巴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马云起 阿里巴巴的名字 是因为A打头的 英文搜索里面 A排在最前面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说那个阿里巴巴 大家想到的是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吧 就是他也是一种寓意 就是说中国向世界 打开了这扇大门吧 然后同一年 也是阿里巴巴 创业的这一年 有一个人叫做蔡重信 这个人还蛮重要的 他是一个搞私募基金 一个风险投资者吧 他听说了马云 而且对马云非常有兴趣 他决定呢 去找他 一路直接冲到马云的 那个杭州的公寓里面 然后他发现什么呢 发现马云是个疯子 而且不但他发现 马云是个疯子呢 还有17个人 跟着他一起在发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重信决定带着老婆 一起搬到杭州 加入他们 辞去了他那个 70万美金一年的年薪 加入那个阿里巴巴 当时是给他COO 加CFO的头衔 然后工资呢 是3000块人民币一年 但是当时蔡重信想好了 说我之后要去美国 去宣传 去帮那个阿里巴巴融资 因为蔡重信在金融界 还是有一些人脉的吧 但是蔡重信回到美国以后呢 美国人说 你谁啊 中国互联网 阿里巴巴 就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吗 但蔡重信有一个好朋友 叫林夏如 是个美女政治家 也投资银行家 他呢 最后去高盛 就Goldman Sachs 为阿里巴巴 争取到了500万的投资金额 用500万买阿里巴巴 50%的股份 但是后来又 高盛又重新的 没有妥协 因为高盛也不相信 说中国互联网 是不是靠谱 最后呢 说330万买 那个33%的股份 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林夏如呢 他又找到了软银的孙正义 然后呢 孙正义呢 又跟马云在香港呢 面了个鸡 孙正义和马云面鸡 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们两个见面 五分钟 孙正义说 马云你这个人 我很喜欢你 我要投你 这个非常的孙正义 孙正义说 我出4000万 买你40%的股份 怎么样 你要知道几个礼拜之前 高盛刚刚给他 估的是1000万 现在马上就变成 一个亿了 因为马云和蔡崇信 一听这个offer 觉得不错 但是他觉得 4000万买40%的股份 他说这样吧 2000万买20%的股权 怎么样 孙正义说 好 没问题 走起 几个礼拜 几个礼拜就过去了 然后呢 他们就拿到了 这个软银的 2000万的这个融资 然后马云跑到了硅谷 他们去雅虎 去挖了一个雅虎的工程师 叫吴炯 这个人后来是阿里巴巴的CTO 当时阿里巴巴又做了一个非常胆大的行为 是他们直接在硅谷创立了他们的工程队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当时是2000年 什么事情呢 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了 当时整个金融市场崩溃了 然后呢 阿里巴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为什么呢 他那个2000万没有用 所以当时2001年阿里巴巴2000万美金还在手 他还在搞那个B2B的这种商业形式 作为一个中间商 他是那个网站通过广告作为收入的 主要是卖一些关联词推荐什么的 那个中国网购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然后他们做的还不错 然后到了2003年 他们受到了第一次巨大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 当时Ebay在实行全球化战略 Ebay大家应该 那个我从我这个时代来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吧 Ebay全球第一大那个网上购物 Ebay来到中国 收购了国内的那个叫意趣网 意趣网是面向消费者的 直接是面向消费者的 小生意和消费者之间 当时马云急累 马云为什么急 当时阿里巴巴是B2B 对不对 这个B2B或者就是说C2C的这种小型小生意和消费者 他没有没有这块 对不对 马云急了怎么办 马云搞了一个小小的这种特工队 然后搞一个特工队干嘛 就搞一个秘密的事情 他找了公司里面最能干的一群人 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在那里开发一个阿里巴巴的新产品 去哪里 他说回到阿里巴巴创业的那个公寓里面 就搞什么呢 搞了那个淘宝 认识那个秘密行动 那么这个淘宝一开始怎么搞呢 马云说大家回家都自己找一点东西出来 然后放到网上互相买 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 就是视频一开始我讲的 然后如果有新的卖家进来 就为了让他开心 他卖什么 我们就买他的东西 一直搞到淘宝变成了一回事情 当时呢 马云那个阿里巴巴的公司里面 还有很多人向马云汇报说 马总啊 这个可能他们不是这样称呼的吧 捷克嘛 你看他这个公司里面有个名 马老师是不是 马老师 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出来 很恐怖啊 叫淘宝 你应该知道啊 马云说 没关系 虽然这个竞争对手非常的恐怖 但是我敢告诉你们 你们都有股份的 然后我觉得当时那个 阿里巴巴的员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吧 好 那么和一倍就开始了正式的竞争啊 淘宝 然后淘宝打赢一倍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方面淘宝更本土化 还有一方面是一倍呢 是商家和卖家之间 那商家卖东西他要抽成的 那淘宝呢 是不抽成的 淘宝是卖广告的 是免费的 百分之一百的利益是从买家到卖家手里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的确是淘宝做的挺不错的 然后可能是一倍忽略了中国的很多本土消费消费习惯吧 中国人就喜欢省钱 你知道 然后在这当中呢 淘宝还给那个阿里巴巴说1.5个亿买它 那阿里说不买不卖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又找到了那个老朋友杨志远 就之前的那个杨 杰瑞亚 杰瑞亚很兴奋 一听说 他说那要这样吧 我出价10个亿 我要买你40% 杰瑞亚是雅虎的 雅虎的那个创始人 好 那么在这之后呢 淘宝大胜 在B2C领域淘宝大胜 好 然后2007年阿里巴巴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且业绩是稳定的增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阿里巴巴有过一次香港上市的IPO 估值90个亿 但是没有上淘宝 淘宝是被他们保留了下来 在这当中上市了以后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是 马云他们这伙人私底下又搞了一个支付宝 支付宝就是今天的蚂蚁金服 因为在当时中国消费者使用信用卡 还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有的习惯 所以说网络支付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支付宝就恰好的 在这个时候解决了一个人民的痛点 但是在这当中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马云这伙人他们偷偷的 以5100万估值 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企业里面给转出来 转到哪里 转到马云 他们私底下在开曼群岛开的一个私人企业里面 然后这件事情 5100万肯定是低估值的 我不知道雅虎和软银似乎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之后我不知道 证交会肯定会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具体情况我倒不太了解 好 那么支付宝 支付宝目前这一段是我在危机百科上面找出来 支付宝目前已经从一个单一的支付工具 发展成为提供支付生活服务 政治服务 社交 保险 理财 公益等多个场景 并拙见覆盖全球行业的开放性平台 现今 支付宝已为中国大陆地区的主要支付系统 且有多数中国民众已经将支付宝取代现金或信用卡等交易方式 成为目前中国大多数的主流打款方式之一 截止2018年3月31日 支付宝用户量达到8.7亿 是全球用户量第一的移动支付服务机构 也是全球第二大移动支付的服务机构 根据2017年第四季度的统计 支付宝占据中国大陆第三方支付市场54.26%的份额 且呈现持续增长的事态 这段是我在网上抄的 所以读起来有点枯燥 好 然后2012年阿里巴巴从雅虎手里买回了20%的股份 从软银手里也买回了一部分的股份 并成功的从香港从港股退市 那么再后来就是近代史了 2014年阿里巴巴IPO估值是250亿美金 成为史上最大的IPO 至今为止都是 跟它能够接近的只有美国的脸书 通用汽车160亿 跟它也是差一大段距离 那我不知道今年腾讯的QQ音乐会不会IPO 那个估值有没有机会超过阿里巴巴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14年IPO以后 同一年马云退位到董事会主席 曾经也是马云一度成为中国人的世界首富 中国首富 然后2018年马云宣布一年以后退休 后面的事情我没有讲那么详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我的总结是这样子的 我不管海外我就讲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马云成就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永久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我觉得跟西方比起来 我们中国本来在零售业是没有他们那么成熟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角度来看 光光网购这一方面 我觉得中国领先那么一小步 至少在海外网购是非常的复杂 在我所居住的地方 无数家中小企业 我认为当今的命运 是跟阿里系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 那所以之后的发展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阿里巴巴旗下现在目前最大的几个平台 一个是当然是alibaba.com 这个是中国面向海外的B2B2B 中国还有他还有1688.com 是面向中国国内的B2B 然后还有大家熟悉的天猫啦 淘宝啦 都是属于B2C 然后不好意思啊 然后还有AliExpress AliExpress B2C 面向的是海外的消费者 像我这种买不到中国好产品的 就只能使用AliExpress 另外还有阿里云 我觉得阿里云是个非常值得有看头的地方 因为云计算 因为阿里云目前在阿里的整个企业里面 它的利润还没有被 它的利润还没有完全被 能够被容纳在那个公司企业的这个报表里面 但是你想像 比如说我们说到云计算的话 你拿亚马逊做比较的话 那亚马逊旗下的AWS AWS就是亚马逊 50%的收入是来自于这个云计算了 所以我觉得阿里云将来还是应该有看点的吧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然后这些节目就讲到这里吧 然后为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呢 也可以大家给我留言补充 那当然我这个视频所有的资料 只是我一个人搜查调查的结果 我觉得肯定会有疏忽的地方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纠正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要不要考虑订阅一下 然后已经订阅了 要不要打开新的消息通知 不要错过我下一期的节目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互联网 等于是互联网创业型的科技公司的视频介绍 人物介绍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类型 也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 好了 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